大家好 上一节课我们介绍了想办听书的相关的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向下介绍 上一节课我们介绍了注册界面的相关的内容 那么这节课我们继续向下介绍关于注册的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说发送邮件相关的这个话题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今天主要介绍想办听书这个项目的使用python自动发送邮件 这也是我们注册的一个环节之一 我们通过在线的注册方式就通过邮件 那么使用python发送邮件之前 我们需要先做一个测试邮箱 这个邮箱的话最好不要使用自己常用的邮箱 我们去新注册一个测试的邮箱 163或者QQ等等都可以 然后要开通SMTP服务 得到客户端授权的登录密码 那么这个登录密码跟我们这个邮箱本身的这个密码是不一样的 它客户端授权密码是一串字幅串 跟我们这个登录邮箱的那个有所区别 程度也不一样 那么当开启这个客户端的这个授权登录密码之后呢 可能有一些邮箱 比如说163我做过测试 它的这个普通的这个邮箱本身的这个登录的密码 就不能在客户端使用了 只能用这个授权登录密码 而对于这个QQ邮箱来说呢 这个客户端的登录密码跟这个邮箱本身的密码是一致的 所以呢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这个邮箱服务器来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操作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注册一个这个测试邮箱 在这个 我们先注册一个这个163的吧 百度一下163 然后注册一个字母邮箱 我们就 哎呀 这还麻烦了 好 我们就注册这个小麦听书at163.com 密码就 随意写一个吧 还是太弱了 密码叫小麦123456 好 这个很强了 下滑线123456 然后继续 小麦下滑线123456 验证码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根本看不清啊 好 立即注册 OK 那么注册完了之后呢 这个小麦听书at163.com就已经被我们抢住掉了啊 注册完了之后呢 有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们看看啊 这个获取红包引起奖品 这个待会再说吧 跳过这一步直接进入邮箱 好 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注册好的这个邮箱 但是呢我们通过python来发送邮件的时候呢 呃 没法这个直接操作这个邮箱本身 所以我们必须作为这个客户端来操作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使用python来 呃 发送邮件 那么使用python的发送邮件呢 主要用到两个这个核心模块 啊 这个email模块 和这个smtlib smtplib模块 这两个模块呢 我这里写的是 核心模块 大家注意哈 这核心模块的话呢 这不是扩展模块 它就不需要我们再安装了 它这个是python 本身自己就带的了 就在这个核心里面 像这个os和这个sensum这个模块一样 呃 它属于随着这个发行包一起安装的 那么我们就不必再操心怎么给它安装了 就使用这两个模块来进行这个邮件操作 好 那邮件操作呢 这个发送主要是用这个smtplib模块 啊 如果是从这个服务器下载邮件呢 用这个email模块 我们主要是发送 但是这两个模块呢 我们都导入一下 嗯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邮箱的这个界面 我们想使用这个python发送这个邮件的话 必须要开通这个客户端 所以我们要进行设置一下啊 很多同学可能老早就想用这个脚本发送邮件 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从网上下来代码之后呢 呃 人家也没怎么说怎么设置 只是把代码这个发下来了 发到网上之后 下下来之后不知道怎么办 好我们从操作跟大家这个带着大家走一遍 在设置里面 好这里边有个prop3 smtp 还有imap 点击进去 把这些东西都开通了 必须先开通客户端授权码才能开通这些服务 啊没关系 那我们就先开通 客户端授权码开启 好 这边是 为了避免授权码设置可能造成的重要信息息漆录 需要短信验证 哎呀这个背词的 非得要短信验证啊 就输入一个吧 好然后获取验证码 手机号被绑定 请先绑定手机号 那我们再绑定一下手机号 嗯 手机邮箱未开通 然后就立即开通 我之前已经用这个账户绑定了一个啊 重新激活将会清空数据 并重新重启此号码的手机邮箱服务 那就重新激活一下吧 这个号也是这个临时需要用的这个号 好 我们稍微等待一下 那么等这个验证码过来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绑上去 我之前用这个手机号 开通了另外一个测试邮箱 所以他这边通知我是说要重新启动才行 OK 那么这边号码已经发过来了 这个账号已经跟这个手机号成功绑定了 绑定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这个相应的设置去了 这个声音还是挺好玩的 好这个问题保定了之后 我们再继续进行设置 开启这一个 然后获取决定码 然后确定之后呢 这个已经开启了 开启之后 大家注意啊 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请在客户端密码框输入授权密码 此授权密码只显示一次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个密码 当然它也会发到我的手机上 所以呢 我这边还是把这个记下来 复制一下 复制完了之后呢 先开一个 开一个基本器一下 然后保存 好 这个密码千万不要忘了 这是很重要的密码 好 然后呢 这边它就提示我们开通这个服务 这个默认已经开启了 然后这两个服务都开通了 然后点击确定之后 好的 那么这个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设置 这三项就是已经开启的了 开启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尝试着用这个脚本 从这个 我们自己的这个程序中 访问这个 邮箱了 我们还是一样的 这个 作为一个测试 这个QQ邮箱在这边 我们就用这个 用这个我们新开通的 这个邮箱向我们自己的这个QQ邮箱发送消息 好 也可以向我另外一个这个163的账号发送消息 那么我等一下我再登录一下另外一个账号 OK 那么这边是我另外一个测试邮箱 我就用这两个测试邮箱之间 来回的发送消息 好 我们看一下 发送是用这个小麦听书 接收是这个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 PVT 这个Python自动发送邮件 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演示环节 首先我们还是打开这个 我们之前的这个程序 好 跟这个类似的 我们要配置一下这个全局信息 也就是说我们要发送这个邮件的这个 接收方和这个发送方等等 还有这个邮件服务器这些 好 那么我们简单起见也是直接COPY过来 COPY完了之后呢 把它贴在这个地方 这些配置信息呢 在Python里面啊 全部都是这个字典 大部分都是这个字典 然后COPY过来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发送的是 从这个 我们改一下 把它改成这个 小麦听书 at163.com 然后 接收邮箱是这个 lamapeg at163.com 就是另外一个测试邮箱 OK 是这个 那么Server呢 就是这个邮件服务器的这个 提供者 当然我们这个就是这个 smtp163.com 就是这个网易的邮箱 然后 user name 我们 发送方的这个user name 是这个 不要写成接收方的 这个就烦了 然后这个password 这边呢 就是我们刚才写的这个 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 客户端的这个授权登录密码 它并不是我们最开始写的这个 小麦听书下滑线 1234 所以大家注意 开启了这个 开启了这个客户端的授权码之后呢 在客户端就不能再使用这个普通的这个密码了 我们发现了没有 这边 管理客户端授权码 OK 系统繁忙了 算了 我们不理它了 那么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你用了这个密码之后 你就不能再用这个 小麦听书下滑线123456了 那个密码就在客户端就用不了 所以呢 我们继续 好 这个邮箱的这个配置信息就在这了 那么 我们想通过这个发送邮件 我们还是用这个来出发 在我们这个注册里边 好 点击取消 我们原来是在这个注册界面里边 进行了这个界面的操作 我们找到那一行 这个扫完数太多了 不好意思 好 在这一行 那么我们填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 邮件发送出去 那么发送邮件呢 对于这个 163的这个邮箱呢 有一个固定的方式 好 我们也是直接 Coffee过来 然后再进行解释 就在这个mailconfig下面吧 它做一个全局的这个函数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 嗯 发送邮件呢 我们写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传的参数 呃 subject的主题 content的就是内容 然后 from whom 就是从哪发信人是谁 to whom 就是收信人 server这个 写这个邮箱的服务商啊 是163呢 就写网易的 是QQ的 写腾讯的 那username 就是我们这个邮件的这个登录 它是需要登录的 password 传递的就是这个password 好 那么 这下边呢 是要简单的设置一下 这个格式 好 html 然后是一个网页的形式 然后subject 就是我们的这个 呃 叫邮件的主题 然后from sorry from的话呢 就是我们传递过来的这个参数 就是从哪发的 呃 to 就是 message to 就是to whom 就是发给谁 啊 这里面有个注意的地方哈 你这个to whom 如果是传了一个接收地址 像我们一样 传了一个这个 呃 喇嘛pig的话呢 你就用to whom就可以了 如果是你传了一堆过来 传了一个列表进来的话 就是想群发 群发的话呢 你就用这个方法 那message to 等于一个分号 叫join to whom 那么这时候呢 它就会把 这一串 比如说第一个是 喇嘛pig 然后第二个是喇嘛pig 第三个是喇嘛pig 二 这些呢都 啊 一个的分发中间 用封号隔开 就像我们自己给别人 启发邮件一样 好 然后呢 那这三句就是与服务器联通 联通之后呢 登录 登录完了之后呢 就sandmail 以前又把这个邮件发出去了 好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试一下 呃 我们就调用这个sandmail方法 在我们的这个里面 这个好长啊 OK 在这个里面 好 我们直接就sandmail 然后这个 呃 subject 给他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叫 用户注册信息 然后content 呃 那么from who to who 我们这些 我们通通都用前面的这个 去解决 啊 这个参数怎么填呢 大部分的这个参数都可以 从我们这个 当时定义的这个全局的变量里面填写 啊 然后这个 呃 至于邮件的内容 我们要从这个注册信息里面去揭取 好 我们找一下 那么这个content就是我们这个message的内容 message的内容呢 我们一般会 我直接从这边解过来算了 呃 就 一般把这个客户注册的这个信息发送过去 好 在这个发送邮件之前 先把这个客户的信息 呃 全部都发送过来 发送过来之后呢 呃 序列号这一项 我们暂时先写一个 微生成吧 因为这一项我们还没有处理 这一项我们还没有处理 这个等我们后续去处理 好 这就是发了一个姓名 发了一个电话 邮箱公司 徐六号 然后呢 注册信息 把这个message写进去 这是我们邮件的这个本体 好 就是传给他 然后from who to whom 那么一般我们就是写这个 呃 没有config这里边 呃 这一圈啊 没有config.form 就是从哪来的 我们这边呢 这个config里边已经配置好了 是从我们这个测试的163的这个邮箱里边来的 然后to也是一样 直接贴了 这个免得浪费时间 还有这个server就是这个服务提供商也是一样 在我们这里边呢 就是163的提供的这个服务 然后user name password 也是同样的 根据我们这个配置信息 直接copy 好 这就是那个索引字典的这个这一项user name和password的这一项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如果我们现在给你注册的话 看看发送会不会成功 帮助注册 姓名就是123456789 123 ok 点提交 这边有一个mail text is not defined 我忘了导入这两个包了 光顾着解释这些内容 那么这两个包 刚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email和这个 嗯 这两个 这两个 还有一个bottle这个包啊 一块也导入过来 这些都是跟发送邮件相关的 好 我们停止掉 然后再重新发 然后再重新发 好 这边的没有显示任何异常 那么应该就是发送完成了 然后我们去我们的这个邮箱看一下 OK 这个大家可能已经提示音了啊 这个是小麦听书发给老门pigide163.com的这个邮件 点击去之后 优乎注册信息 信文123电话345 邮箱456 公司789 旭标号为生成 好 这就是完全用我们程序生成的这一套 呃内容发过去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使用python啊 自动发送邮件的这个全部的过程 从邮箱注册到自动生成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演示的这个全部过程 啊 代码的话我会上升到网盘里边啊 大家不用担心 啊 因为我这个为了节省时间大部分都是复制粘贴的 因为这这个敲出来的话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啊 所以希望大家见谅啊 那么感谢大家的听讲 这些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